安倍晋三首相支持的安保法 授权军队参加集体自卫行动 并协同保卫美国等盟国 美国支持日本强化安全立场 以抗衡中国和朝鲜潜在的威胁 中国和朝鲜都在加强各自的军力和核能力 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因此绝对有必要通过立法 保卫日本人的生命 同时防止国家走向战争 日本数千人上街抗议安保法 他们担心修改战后和平宪法 会使日本卷入外国冲突 最近一项民调显示 56%的日本民众反对新的安保法 不赞同安倍的比例升至42% 增加了5个百分点 尽管反对声浪 可能将安保法的通过推迟60天 但安倍的自由民主党领导的执政联盟 拥有批准安保法所需三分之二多数 冲绳岛多年来一直是驻日美军基地所在地 同时也是反战抗议者关注的焦点 来自东京的活动人士和冲绳居民一道 反对在冲绳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基地修建新机场 我来冲绳就是要制止安倍破坏宪法 阻止在这里为美军修建机场 安倍支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 因此在冲绳很不得铭心 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占据了冲绳岛 20%的空冲到别的地方去 别建在冲绳或者干脆拆除 这是冲绳多数人和翁长雄志之士的立场 安倍最近访问冲绳岛时 遭到反对者的质询 尽管安倍备受批评 民众支持率下降 人们普遍预计安保法仍会获得通过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